又是一句阴沟里的事情 我从不妥协 F6开放这里 F6开现在在刷红buff放下的他就知道我刷 知道他在刷红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放一个眼他刷完三郎刷完那个死甲虫 就会从我这个眼要抓中绝对会从我这个眼 游戏咸鱼送的 开通的超粉 一定会从我这个眼走上来要么他就往下抓 要么往上抓去 你放在他这个红buff他就知道你放眼了 他知道你没眼他会绕一下视野去搞你 我们已经知道他F6开了 我这么吵 我也不想啊哥 流行的一些 病例 你以为我就想跟上啊 上次的那个疫情啊我也是在这个有这个病两三年之后我才 才得的 最近刚有的我直接就有 跟上大部队了 跟上大部队了 不对劲 十分有九分不对劲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泄 刚才女彩指到了虽然指的是那个 那个打野 但是他不是顺度也指到了那个猫吗 指到了那个猫还能上身啊 上电视还有一分钟就马上开奖了到想打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 一分钟之内 一毛钱才抽两中奖就可以打号了 今天最后一个抽奖好吧因为我们这个 炮已经足够了 我不想不抽也可以打到下波了 现在下次还得打 因为搞得活动 炮存的有点多 北向送的66 现在我的发育非常的好 那还有哪个刺子没挑 哪里呢 我还是比较习惯把蓝梁行着带着 不习惯 怎么上路被追得还不了手啊 这俄洛伊不是中后期英雄吗 这前期就追得打不了 后面能 不是更惨 带下去正好W掛上 一个平A AQA 这都能扭掉 带你运气好兄弟 他们活不长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速战速决吧 他也没蓝 同时没蓝 应该能飞一下 只有少了 好回 哎呀 卧槽第一次死他都没用踢嘛 他前面省了个踢现在用上了我还想他回了我这些去吃渡城 因为我对线兵女我带了个爆破因为他这个英雄是一个游走英雄 带先弓发育让他们打野对我没有兴趣的同时他们只能从 别的位置 别的条线 别的路去发展 只要他去游走了我就可以吃他 带先弓就是发育 对线不考虑单杀的 我们就考虑十多分钟去杀一个人多给一点钱 前期一般是抗压 等我们7级去这期可以帮我们推现 都是伏笔 这波我们不用游走他们应该去下了 大刀吃线 这波我吃两成 好吧我们计算一下该多少钱 炮车兵150 150看一下渡城吃多少 这波冰女这亏一波150的线 渡城的话两成 350了目前 350加150 500块 你们可能会对我的符文有所疑惑 现在你就知道了 150出的门我现在 800块 我这800块冰女 啥都没有 是不是经济一下就拉开了 让一个游走团队英雄不敢打团队 他要敢打团队下一波一塔就没 可能还对我的大招有所疑惑这个大招开出来五六百块 直接中路对线差五六百块 信号点烂了要搁 他这死了没办法 那我们再退一波 你来是不是啊 就是游走 你游 来 喜欢游 一塔一火给他拔了 如果这时候先锋正好拿一下 开个幽默 先躲一下 他用闪我再用闪 他不用闪追不到 这时候如果你们团队正好拿个先锋 一塔是不是没了 你要知道对一个刺客 对面中路一塔没了什么概念 想干嘛就干嘛 我们这种蓝刀 把一塔拆了 你的抓人能力会放大 你能抓的一个 空间就放了很大了 全是机会 能行吗 能帮你撞一下塔波 挡一下Q 挡一下Q 走我后面 走我后面 你顶他呀 你个怂 我帮你挡了你 落地你蹲下去还不敢顶他 你个卵蛋兄弟 他蹲下去不是顶人而选择易跑 大哥 哎呀连踢狗 连踢狗 怎么还在这 发掘机 CD神嘛 上帝视角都看不清楚吗 他顶的是兵女 芒生没顶过 笨蛋 我从不妥协 哎呀我就差一下平A兄弟 我的塔 芒生又来了 这是我想不到的 不过兵女芒生 冰虾组合确实连体 比较平衡 差一点点 你吃他 芒生芒生 无处可藏 我 坏6 赶没摟 我再敢 我再靠 好踹 A下AWQA A个点燃 一个点燃 硬换 哦 锁住 兄弟 我说多了 硬换没换掉 顶过了吗 明明是你当局者迷 那可能是吧 主播主打就是思路 因为 我们杀的是兵女嘛 难道他在杀兵女的时候边打兵女边打盲僧 可能是 那有可能 被看到了 王森带着猫来了兄弟 这老六 这波 逃亡的时刻 正好杀在上路 那不是杀了 杀了人 得帮你走 OK 要让队友撤退 你一两个清号是不够的 甚至连我 他发一两个清号都没用 所以你要追着他的头 狂点六七下 好好好好 点少了 点少了 这么点都没 这么点都死了是吧 行行行 酷了 兄弟 你让我反胃 我从不妥协 太恐怖了 兄弟们 现在国父的环境啊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已经是爆miss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点了 对吧 我们可能说 比如我人在这 我点了这河道这个位置 他以为我是点河道那的河蟹之类的 点他附近的小兵 我刚才点了他头像兄弟们 你知道这里是不可发生什么 他走到哪 我点到他在哪里 就跟踪了 跟了就开了那个跟踪 外挂一样 他人走到哪 我就点到哪 一对一就是点他头上 这都能死 不过这也是我们国父为什么蓝刀能上分的原因 因为我们 很多人现在都 都不开心哈 就算知道也会走 算了放他 这要杀他好像要得开个闪 不然追不上 也是这个原因 对面知道 我们可能去了让他不走 那我们蓝刀是一个游走最快的英雄 所以我们机会很多 去一次抓一个 大招 并且 我们还可以出幽梦 有一个最完美的测试是什么 下路在这里回城 中路 开个幽梦走下去 能打断他的回城 从中路跑 出幽梦 跑到下路 8秒钟之内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考虑推线能力 小兵确切帮我们推线 幽梦帮我们去抓人 推了线抓人 很完美的 五刀跟着时间走 8分钟 16分钟 166刀 8-1 蓝刀是我们现在牌位里最能上分的英雄 不防gunk 抓人快 这就是我们上分的特点 不是他 W才QRA 你想救人怎么救呢 救不了 当着你的面把他杀了 而且你不要想象只有这个人 只有个别人数不走 80%的对局都是不凡干算的 毕丽这是牌位 我 盲森带着猫 我有点难杀 怎么办 现在现住僵局了 能杀的人都是个肉 其他人都在别的位置 其他人都在别的位置 灵女之国应该会有TP过来 好顶 把猫杀了 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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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防干可是大环境 不是个别的人 在我们青铜里 你点心啊我还要骂你 你点你爱摸 这么亏贼吗 136 没办法 这只能杀他 如果你杀AD 兵女把你大刀 那我们就要被盲森收了 骗他大招 也能刷钱 发现功 都会 来说 来说 哇,B线,我估计还要死 撕滑,爽,3块钱的先攻,你跟我说3块钱的先攻是吗 刚才那个加3,加3远是先攻吗 打发谁呢这是 我杀了他半血为什么只给我3块啊 这个W都加17,兄弟 那如果那个加3不是先攻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钱会给3块钱啊 好奇怪啊 还有6000血呢兄弟,我只是提前来找你了,不是龙没了 他被我找到想要抓你过去抢龙,还有6000血呢 6000血就要闪现过去沉地,卧槽 不过我们直接去找他,他确实有压力 我们蓝刀中单的一个职任 这个任务就是在打龙的时候去找打野 不要让他轻易的抢龙 我们要的是让他惩戒都没有机会,而不是说让他 过来惩戒跟我们拼一下谁能抢到 呃,想杀我 血手 那我正好 现在我的穿甲是92 杀一个人攻击后会返还47 就14秒 47%14秒,我现在大招30秒 我就说怎么不对劲 现在大招好得太快了 杀一个人基本就快好了 他把52的新攻过场 新攻好爽 我没有人也没有人 这些人都被派出了 我们就不可能 我这些人都被换成了 在这里 这里 觉得 您 这些人都被换成了 我 你 有 我 有 有 我 我 我 Q Q 剪半大招 QA W閃先拉開 再殺一個大好了 QA W 2段W刮死 有這麼多嗎 這一波我們的連招帶著兩個大招的連招 先開大招 W閃現刮死兩個再開個大招 只不過對面的治療和位移有點多 我來了 有點皮哦 飛過來不追啊 要不算了哥 一波了呀 超級兵感覺都能拆了 也是 我拿下這一把